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著名的愛國護旗手 兼撐警藍絲藝人成龍 最近被大陸的媒體揭發 原來他在北京的那家豪宅 是遭到拍賣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所說 有網民從發泊網上得知 成龍在位於北京東城區的 Naga上院豪宅 即將要進行司法拍賣 並且附上了一張截圖 根據發泊網站上的資料顯示 這家豪宅是位於北京東門區的 東直門內大街 地址也有 而且面積有1,217.5平方米 在說平方米 不是尺 一平方米 大概等於10.7到10.8平方尺 如果你說 1,217平方米 在說 一萬三尺 這家豪宅就認真厲害了 所以起拍價 是要7,190萬人民幣 這家屋總共有六房三廳 從拍賣網的圖片可以看到 屋內裝修非常豪華 有多張大型梳化 書櫃 十人餐桌 更誇張的是其中一間房 擺放了桌球櫃 簡直當是波樓一樣 不過 按照我看來 雖然說 裝修是豪華 但是土味也是十足的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 這家豪宅 現在市價據存 是一億人民幣 即是市價仍然是有上調的空間 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 成龍大哥在13年之前 已經是遷入這家豪宅 並且完成了辦理入住手組 但是 為什麼現在忽然之間 要你強拍 變成了銀主盤呢? 有些報紙說 是不是成龍大哥財困呢? 原來 成龍入住這家豪宅以後 物業產權變更登記手續 一直沒有完成 所以 業權仍然在開發商手上 如今開發商因為財務問題 被另一家公司入品法院 處理債務糾紛 故此 成龍所住的豪宅 同樣遭到查封 不過 大陸媒體沒有說明 究竟 為什麼 物業產權變更登記手續 這麼多年以來都未完成 說起來也是奇怪的 成龍遷入這家豪宅已經13年了 怎麼會連這些基本手續都未完成呢? 難免會令人猜疑 所以大陸的司法部門 或者稅務部門 絕對可以去進行調查 究竟當初是否有些人想 逃避稅項 或者其他原因 令手續遲遲都未完成呢? 如果是的話 又可以割韭菜 現在是7190萬人民幣 底價 同時這宗案件 亦可以體現到大陸的陽光司法 為什麼呢? 因為 就算一個人多努力去做護旗手 做藍絲 撐警 也好 大陸的司法 是不會袒護這些人的 哈哈哈哈 他仍然要面對法院的裁決 所以 成龍現在不知去哪裡 但是前陣子好像聽聞 他回到香港 大家有沒有印象 過年的時候 他跟曾志偉 鄧炳強 譚詠倫 去到一家中式酒樓 那裡進行犯罪 是不是? 照計 他現在應該在香港才是 所以 這家什麼北京豪宅 是不是? 被人強迫? 要不要也罷了 好 接著就說說另一些正經一點的國際消息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昨天去到巴黎和法國總統馬克龍會面 在會上 王毅轉達了習近平總書記 給馬克龍總統的口信 以及贈送給馬克龍總統的書籍 王毅說 中歐始終是合作夥伴 而不是競爭對手 雙方的共識遠遠大於分歧 中方讚賞馬克龍所主張的歐洲 要加強戰略自主 在如今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的形勢下 這句話就是在疾美國 中歐應該共同維護多邊主義的理念 維護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打造開放型的世界經濟體制 以上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王毅說 到底馬克龍給他什麼反應呢? 馬克龍說歡迎王毅訪問法國和歐洲 法方高度讚賞中方 將武肺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承諾 希望深化兩國抗疫合作 規劃好下一個階段 歐中重要交往和政治熱情 並且期待他早日再次訪華 很明顯地 馬克龍的態度是冷淡很多的 王毅是熱情很多的 馬克龍在回應的時候 完全沒有半句話是隔美國的 更加沒有加強戰略夥伴關係等等的事情 純粹說抗疫合作 抗疫合作全球都通的 這些事情 我又不想說熱戀貼著冷屁股那麼難 反正 中方有心似乎發方沒什麼夢了 而且 馬克龍在回應關於5G網絡建設的時候 又再灑太極了 他就說到 始終來講 愛納信和諾基亞等等的歐洲供應商 能夠在法國的法律法規下 提供得到全面安全的5G網絡和通訊系統 同時他也公開講到 已經向習近平總書記表明 是會優先使用愛納信和諾基亞的 他相信即使總書記在中國的5G建設 換轉他都會這樣做 他就強調法國並非針對個別公司 或個別國家 其實他這番的說法 正正等同於較早前 法國通訊部門他們所說的一樣 他們經常說 我們沒有排除華為 只不過我們現階段就不採用 我們用愛納信和諾基亞 這些歐洲的5G供應商 即是說不選你華為 不過給你看面一點 大家都有個下台街 其實等同於表達出一個強烈的信息 就是法國在5G網絡設備 已經選定好了 你不需要再找官員 去落足嘴頭遊說 沒有用的 而且法國政府早前也表示過 將會限制使用華為的5G設備 以保障軍事基地和核設施的安全 所以馬克龍的這番說法 其實已經是給足面大陸了 至於華為的創辦人任正非 他又在微信公眾號上發表意見 他又說 華為想點燃5G燈塔 但剛剛點亮了一支火柴 美國一個大棒就打下來 將華為打到暈了 開始的時候還以為 華為的合規系統出現了什麼問題 在反思一下 結果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 陸續地打下來的時候 華為才明白 美國有些政治家是希望他們死的 可能希望他們死的 也不止美國的政治家 好了 任正非繼續說 求生的慾望 使得華為振奮起來 尋找自救的道路 無論怎樣也好 華為是不會忌恨美國的 那些只不過是一部分政治家的衝動 不代表美國企業、美國學校、美國社會 華為仍然是要堅持自強 開放的道路是不變的 你要真正強大起來 就要向別人的一切學習 包括自己的敵人 不過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一件事 就是任正非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他曾經說過 說華為的系統就是鴻龍 要超越Android和蘋果 他說要多少年 他說不會超過三百年 哈哈哈哈 即是三個世紀 現在又說要急起直追 華為其實是厲害的 因為華為本身只是負責做裝撼工作 一條芯片的生產線都沒有 但是他一被美國壓迫 他馬上就有一條生產線 45納米的芯片是量產的 你說多厲害 45納米 即是段股都比人心還小 哈哈哈哈 現在他們還說要投產28納米的芯片 相信假以時日 華為的技術 一定能夠追趕得到 台積電在2020年的技術 因為人們都會成長 你到底何時可以同時超越它 就很難說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